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萧川老师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昨天台北股市大跌300多点 那你看今天的盘是你会发现到 今天的盘虽然留下影线 不过目前这一整个礼拜以来的盘 到现在为止 好像还不是很稳定嘛 对不对 那正好下个礼拜 又遇到中秋的廉价 那每次到廉价之前 我们都会发现 那个盘式大上都还是偏量缩了 那量缩你指数空间就不大 那个股的空间呢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轮来轮去 可能空间也不是很大 那尤其又来到一个重要的节气 叫中秋节 那每次来到那个什么重要的节气 什么清明啊 什么端午啦 要不然中秋啊 大家都会说 会不会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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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各位 通常这个状况 其实我在这个市场 差不多快30年 其实我在30年前的时候 我对这东西也不是很懂 奇怪怎么搞的 每次到清明就说清明要变盘 端午就说端午要变盘 中秋呢 中秋就要变盘 那时候正好在30年前的时候 我遇到一个老前辈了 我正好就问他这个问题 老师 这个前辈如果说还在的话 应该都90几岁了 他跟我说 这句话完整的意思就是说 涨端午 叠中秋 叠端午 涨中秋 他的意思说 不是说你端午节涨 你中秋节就一定会跌 或者说端午节跌 你中秋节就一定会涨 他说因为这是两个 上半年跟下半年 一个重要的节日 那你上半年如果说 指数都在涨 你下半年跌的几率就比较大 你上半年如果说都是在跌 你下半年涨的几率就比较大 他说节气变盘的意思是在这里 那当然今年股市呢 你就会发现到 今年上半年都是跌的 对不对 到中秋节呢 中秋节之后会不会变盘 有没有机会再往上 好那各位 下个礼拜是关键 什么叫下个礼拜是关键 我今天测试一下就写了 下周是多空关键 因为这个关键 不是说台股的问题 因为台股因为你中秋节嘛 中秋节之前你可能会亮说嘛 但是下个礼拜的关键 应该是在美股 为什么 已经连跌好几天了 这礼拜你美股都在跌 你下礼拜美股再跌的话 就不太对劲了 那个盘势可能就会偏弱势 整理好一段时间了 那到底美股下个礼拜 有没有机会反弹吗 这是关键啊 如果说下个礼拜美股 他有机会出现反弹 然后把他占回到均线的话 这就是我这两天我跟大家讲的 以攻击时间点来看 就会落到9月中旬之后了 中旬之后这个地方就有机会走攻击 OK好那到底有没有机会 美股下礼拜有没有机会涨 好我们就直接来讲盘了 因为我们的盘势的分析 跟其他老师比较不一样 你像昨天台北股是跌300多点 大部分时尚上所有老师的讲法就是 把涨的股票都念一遍 就跟你讲我都有 同样前面跌4000多点 这些老师的讲法几乎都一样 如果你认为那个东西是会赚钱的 我想跌4000多点 不会有人融资断头了 不是吗是不是 所以有些那种固定的讲法 每天涨的它都有的 我是建议你 你就稍微思考一下 你已经参加那么多老师了 每个老师都是这样子讲 能不能对你有帮助 OK好那讲盘了 因为我说过 我们会从国际金融的角度 逻辑去推演 国市长也都有理论依据 我希望给各位的是一个国际观 那当然这个盘到底 有没有机会中旧节之后 有没有机会往上走攻击 下礼拜是关键 而且美股是关键 那你会发现到美股到昨天的时候 道琼稍微有稍微直稳一点点 是上涨的 高科技股的跌幅也没有那么重了 慢慢留下眼线 对不对 那当然了废半 因为本身呢 美国进行经济变到中国嘛 所以呢 灰达跟微软大跌嘛 所以它比较弱一点 但是呢 美国股市有没有机会 下个礼拜出现反弹又回到季线 然后呢 甚至于呢 高科技股离季线也不远了 这关系到整个中秋节过后 中下旬的走势啦 我们来看喔 美股昨天为什么稍微 已经开始慢慢有些指纹 各位我们来看喔 昨天美国公布啊 ISM的制造业的指数啦 结果出来的数字呢 还算是稳定啦 还算稳定啦 那以ISM的制造业指数来看 其实它告诉我们什么 通膨的压力啊 它有进一步的减缓 有没有 好那各位你再仔细看 之前公布的不管是 7月的CPI 或者是7月的PPI 或者是之前公布的PCE指数 7月的PCE指数 都让我们看到什么 通膨慢慢有一些 放缓的一个迹象 但问题是美股它为什么 涨不上去呢 好原因在这里啦 因为联准会的官员啊 暗示啊 就到年底之前啊 还要再生溜嘛 这什么意思 这就是我昨天跟各位讲的啦 因为最近啊 联准会有一些官员出来玩鹰的啦 反正鹰派的人蛮多的啦 那这样的讲法其实都差不了多少 都是说明年要降息 目前都看不到啦 那我们也没有认为说你明年要降息啦 那你明年不升息就很好了嘛 那问题是今年年底之前 现在还有三次的会议嘛 到底你要升级吗的问题 那昨天有一位 前一天啊 前一天就有这个消息了 我昨天就跟他讲 联准会有一个官员嘛 他就说利率要升到4%以上 这什么意思 因为前面有一些官员 现在那些玩鹰的那些联准会官员 好像越来越鹰了 每一个一个比一个鹰 因为之前呢 有联准会的官员就讲啦 现在大仗在2.5嘛 利率在2.5嘛 要升到3.75% 那现在有人就说要升到4%啊 有没有 那你会发现啦 我就说好了 到年底不管你是3.75%还是4%好了啦 3.75%是5码嘛 到4呢是6码嘛 对不对 好那各位 这东西我这几天我跟大家分析过 9月21号升息嘛 11月2号升息 12月14号升息嘛 这个地方要选举嘛 你不可能说 这个地方我再来升3码嘛 对不对 不管你5码还是你6码 我们就当这里升3码 好不好 他就是升3码 好你5码就1码1码嘛 那你6码呢 这里升3码嘛 还有2码跟1码 我认为搞不好 这里都还不一定会升2码 搞不好这里1码 后面再看看 是不是 好 那你9月21号 目前预计来看 升3码的几率它就很高啊 所以说会造成什么 你看哦 这些10年提供在殖利率啊 最近都一直涨 钱高在3.5啦 昨天在涨的时候已经来到3.25嘛 那为什么跌不下去 因为一些官员都在玩音的 好 当你10年提供在殖利率跌不下去的时候 这就是我之前有跟各位讲过 因为你10年提供在殖利率呢 当你是 你看哦 之前这个地方创新高嘛 这个地方又创新高嘛 这个创新高的时候呢 都是美国股市大跌的时候了 那结果呢 5月升3码嘛 然后呢 没有人家说6月升3码嘛 你7月之前7月也升3码嘛 那时候我们就认为说它应该是最后一次啊 结果呢10年提供在殖利率 就上不去了嘛 就跌下来 那现在是预期说还要升3码 还要升3码嘛 可是我有跟他讲啊 好啦 你再升3码你也是今年最后一次啦 所以呢 你10年提供在殖利率虽然跌不下去 但是我也不认为说你创新 你走高之后还会继续创新高啊 因为后面没有在3码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目前美股它会让你看到比较偏弱 是因为10年提供在殖利率偏强嘛 可是重点是 你通膨有这么严重吗 难道说都没有减缓吗 好 各位 重点在哪里 我们来看 这个东西 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 我们也跟大家分析过 我说重点放哪里 放油价 你会发现哦 为什么7月份啊 不管CPIP PIP PCE 或者是什么什么 ISASM的物价指数 都让你看到通膨减缓 因为油价之前在EU 7月均价在107啊 所以我那时候跟他讲啊 我说为什么那时候 我说8月份美股应该会冲一段 那你台股冲不上来 是因为我们有一些政治面的因素嘛 对不对 那美股会冲一段是因为 你通膨会减缓 因为你油价下来 是吧 好 那你再仔细看 到昨天为止 昨天的油价再跌了 跌到92块3啊 你看他是不是再跌 前提915啊 快破了 不过昨天的油价跌是9月1号 我们就先不管他 好 因为9月还很长 那是关于10月出去公布 9月份的CPI 但问题是你下个礼拜 你要公布的是什么 8月份的CPI啊 好 所以我们再来看 8月份的油价 我昨天跟他说啊 5月均价在115 7月均价在107 那我问你嘛 你8月的均价才97块多嘛 这个地方跌8块 大概8块的距离 CPI下来 那这里呢 差不多10块的距离 所以我预计啊 你CPI指数还是要继续下来 还是会 会让你看到通膨减缓啊 好 那重点来了 你9月12日申请 我们说他升3码嘛 我问你是 你连准会一些鹰派的官员 你每天在玩鹰的 说跌一次 你不认为说他 通膨会减缓 好 那继续再跌呢 对啊 继续再跌呢 好 我想这对美国股市 应该说在美国 美国这个环境里面 他们应该开始讨论 你有必要升3码吗 你到年底有机会升到6码吗 这5码已经很多了嘛 应该会开始讨论 当你这个一去讨论的话 我跟你讲你那个 公债殖利率 他就不会再走高了啦 最起码他会开始走震荡 所以我说 为什么下个礼拜是多空关键 因为你这是有利于 你整个美股出现反弹啊 所以咧 如果美股呢 下个礼拜出现反弹 谈到季线以上 这个也都能够谈到季线以上 那我还是要跟各位讲 攻击时间点在9月中旬之后 OK好 那当你问我说老师没股没谈呢 没股没谈就麻烦了 为什么 你都已经跌一个礼拜 你下个礼拜再继续顶 我跟你讲 如果说这下个礼拜再继续顶 你慢慢又回到前低的位置区了 我不认为说他会 会让你看到什么 再创破端低点 不太可能啦 因为你10年级攻在殖利率 这次就在升3嘛 你也不可能一路再走高啦 但问题是当你回到前低 你又在那边跟你震荡的时候呢 那你台北股市后面呢 震荡期就会拉长 所以呢 下个礼拜蛮关键的 那这些东西 我们得慢慢拭目以待 因为我认为 因为你的通膨 下个礼拜会公布CPI PPI指数 那还是有机会减缓 那就有利于股市反弹 那当然我们中秋节 这段期间可能量缩嘛 那只要美股没有跌的话 中秋节过后我认为 这个牌还是有机会走攻击 所以这个牌你不要太过于悲观了 那当然最近这种牌是 你会说老师呢 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做 各位我们先来看了 其实这个礼拜波动最大是什么 应该指数嘛 一下大涨 一下没有大涨 一下又大跌 一下又大跌 又稍微谈一下 指数的部分呢 我们稍微看一下啦 礼拜一的时候台北股市跳空开低嘛 开低的时候呢 礼拜一哦 我们那时候在低点的时候呢 有经常去买多单 14775嘛 有没有 好 这就一定买得到啦 因为当天都 最低来到14762啦 然后呢 谈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试价获利出金了 所以礼拜一的时候呢 我们就赚了120点 OK 好 你再仔细看 昨天的时候呢 同样的打下来的时候呢 我们在14720上下5点买进多单嘛 这都穿价啦 都成交啦 结果呢 拉高的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获利调节嘛 所以呢 这个赚70点 好 昨天我们有做两笔 这第一笔哦 第二笔我们几乎在后半场的时候做了 11点51分 我建议会员在14685上下5点买进多单啊 有了14685嘛 我都让你看到什么 时间跟我们的价位 我们做得到 我才能出来跟你说 没有做到我不会讲 好不好 我会员怎么做我就怎么说啦 所以呢 当你买到之后呢 你再仔细看 12点04分嘛 14753上下5点 我们就获利调节嘛 755啦 755到753 做得到嘛 好 你就会发现 昨天我们做两笔 这两笔当快140点 我算130好了 好不好 130点 然后呢 礼拜一的时候呢 我们也有一笔120点嘛 所以呢你这120点再加上这130点总共多少 这样总共多少 投资面啊 250嘛 对不对 好 那仔细看 今天台北股市又跌下来啊 跌下来怎么做 10点27分的时候 建议会员14635上下5点买进多单 传交来有成交啦 有看到630嘛 这一定成交嘛 对不对 好 成交完之后呢 11点45分的时候 我们就市价稍微获利一半 我把先赚了先赚到手上来 另外一半要不要留仓 尾盘再说 所以你就会发现啊 光是这个礼拜的指数 你看波动很大 我们的获利啊 投资面已经300点了 我们不是乱做啊 稳稳荡荡的去赚 那当然这在指数的部分啊 如果说你有操作指数的 你再跟我们做联系啦 当然你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说 老师那现在个股怎么做 对不对 好 刚刚我们就说了嘛 昨天跌300点啊 300多点嘛 你看到所有老师里面 就是把那个涨的股票 全部念一遍啊 念一遍就跟你说我有啊 他说你想哦 这种盘到这个时间点 你认为 持股多是对还是不对 盘没有很稳哦 那如果说今天每天涨的股票 你都有 代表说你要买一堆啊 不是吗 那像这种盘 到现在为止啊 盘是走震荡嘛 又比较偏弱一点点嘛 你认为你要买一堆吗 你想一下啦 更换我之前有跟大家讲啊 之前一路叫你做多了 每天都有标股的老师 上半年赔了4000多点了 可是上半年我怎么跟你说 1月11号我说恐怖第一季啊 3月20号我说更恐怖第二季啊 是不是 所以呢到了第三季的时候 我说他才有机会走攻击 所以呢你全力做多的时间点 是在第三季啊 可是你遇到这种盘怎么搞的 好像涨的速度没有很快 然后又稍微涨一涨又跌下来 涨一涨又在那边跟你排 所以我就跟他说嘛 现在有很多的因素去干扰这个盘 所以我说做法要怎么做 盘越乱你要越稳啊 不要说盘越乱 然后呢每天涨的股票你都有 没有你要赚你早赚了啦 这20多年以来 我们在这次市场看到 每一堆老师讲法都这样 所以我说如果真的都有赚 跌4000点你不会有融资断头啊 我有说错吗 那为什么到这个时间点 你一点都不开心 因为你都是这样子做啊 那个老师好像今天讲得比较强 去做看看 没有啊讲的说的跟做的不一样 那我再换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也是一样啊 你换几个都一样啊 所以我说当盘式不稳的时候 你要去思考谁能够帮你的资金啊 去做规划 那我说嘛 盘越乱你要越稳啊 那我们的操作模式我就跟他讲 富贵稳中求嘛 怎么稳中求 这种盘可以买一堆股票吗 我就说我们的会员 那种盘还不是稳定的时候 我们就在维持个三档左右的股票 而且这三档股票 我跟他讲啊 我是要让你做教 怎么做教 我们直接来看嘛 像最近那种盘式啊 呼掌 就是说指数震荡很大 但问题是比较偏弱嘛 那你会发现到怎么搞的 个股今天涨这个 明天涨那个 后天又涨那个 所以每天一堆老师股票都不一样 但是我跟他说啊 我们这一波我们不要这么做啦 因为很多变数嘛 你看看中国又封城了 像明后天会搞什么事情 我们都不知道啊 但是问题是 目前从股价的趋势来看 你上半年已经跌大段了 你现在是弹起来在那边走整理 我说下礼拜是多空关键 只要美股下礼拜弹起来 后半那个中下旬啊 是有机会上去的哦 可是你不要乱做啊 你要怎么做教 之前我就跟他讲啊 有低点的时候 有低点的时候 啊你就慢慢买嘛 是不是 所以8月11号那时候 我就跟他讲 190附近买F啊 那这类型的个股 昨天不是冲上去吗 是不是 我昨天冲上去 我说我们已经调一半就好了 因为你买到低点 你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啊 是不是 不可能说你 涨什么股票你都有啦 头发你脑袋清醒一点啊 你有那么多钱买那么多股票吗 那位老师买一堆股票 你很高兴吗 哇好厉害啊 我好高兴 结果参加进去呢 没有啊 不是这么一回事啊 所以你干脆稳稳荡荡 来带低档先买啊 是不是 再举例来看嘛 当初跟你讲过的天狱也是一样嘛 同样的时候呢 低档我们先买嘛 那这类型的个股 你就会发现到啊 你在这个地方低档买完 到现在为止 虽然没有大涨啊 可是问题是你成本很低啊 懂我意思吗 持股不用太多嘛 稳定一点我们再去加码嘛 啊没有稳定 我们就先保持个 基本持股大概三档左右嘛 再举例来讲 当初跟你讲过会特嘛 有没有 这类型的个股也是一样啊 低档买完之后呢 最近这几天已经快过景线了 那如果说你整个盘市呢 应该说啦 应该说下个礼拜啊 只要美股没有什么大跌 再出现反弹的话 我跟你讲有些个股啊 它是有机会去突破景线 再往上攻的 问题是你要先把你的成本 先去做压低 这就是我跟他讲的 盘越乱 你要越稳 你跟着一堆老师在乱 那些乱的人呢 跌四千多点 他都不可以这样子做 你觉得是对的吗 所以有些操作 或有些讲法 对你是没有帮助的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能够给各位一个 不止稳当的操作啦 那整个盘市呢 我们也希望说 能够给各位一个 一个明确的分析啦 那当然今年的变数非常的大 我不敢说我们百分百 也不可能啦 但是最起码我们不离谱 所以如果说到这个时间点 你发现到 哇怎么搞的 一堆老师都在乱做 然后呢 每天长的他都有 如果说这一套 已经一二十年了 你已经看腻的话 我是建议各位 你不如去找一个 稳当操作的老师 好不好 接下来要怎么做 我们就跟大家讲说 我们的持股大战就在 三档左右嘛 那现在面临到 下个礼拜中秋节啊 中秋节我们就说 就说一个正常的模式好了 不就是量缩吗 走个股表现啊 那中秋节后面 有没有机会长 就看下个礼拜美股的变化嘛 那美股这地方 开始出现反南哦 那等到中秋过后 这个盘势呢 有机会开始在涨的时候 我建议各位 有些个股你要准备好 我举个例子来讲 昨天我就有跟各位讲 一档个股 就是说 有些股票到这个时间点 你都会发现啊 不管盘涨盘跌 它就在这里啊 因为你盘还没大动嘛 所以它就横在这里嘛 它也没有让你看到大跌 那这类型的个股 你都会发现 这段期间里面 买进的量 都比下跌的量多 这代表说有人在吃货 有人在吃货 那这类型的个股呢 当它一突破颈线 它就开始冲一段 所以有些好的股票 还在横盘区间的时候 我是建议各位啊 你把你的持股呢 稍微调整一下 不用太多 好的股票你低档就先买 好不好 那像这一档啊 本益比只有13倍 我认为这是一档 下一档要低接 要攻击的股票 那如果说 掌握不到股票或持股 有任何问题的 你再打电话进来做询问 好不好 那认同我们操作方式的 体验价 绝对不增加你的负担 持股我再帮你做处理 好不好 认同我们的方式 欢迎你来电咨询 我们休息一下 大家回来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运达投雇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 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 2781 0909 我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 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雇 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 0909 2781 0909 爸爸 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 因为我们是知道啊 哦 我懂了 对方是干道 不管执行或转弯 都拥有优先通行权 没错 只要设有停让标志 标线或闪光红灯的 就是知道 应让干道车先行 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 或者号制呢 那就进入路口时 少限车道让多限车道先行 车道数相同 转弯车让执行车先行 两边都执行 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 知道让干道 安全最有道 好 欢迎回到现场 台北股市这礼拜比较偏弱 不过到了下个礼拜 又遇到中秋节 那我刚刚有跟大家分析过 下个礼拜是多空关键 是针对美股 美股只要下个礼拜 出现反弹的话 我认为中秋节过后 台北股市的攻击时间点 就会开始出现 就会开始出现 那整个理论架构呢 我们刚刚在上半段 都讲得非常清楚 如果你没有仔细听的话 你再去看一下 那这个时间点呢 我们的操作模式 指数的部分 我们这个礼拜赚了300点 那个股的部分呢 有些个股已经中上了 我们就稍微调一下 持股只有三档左右 等稳定我们再进场去买 所以我们是富贵稳中求 认同我们的模式 欢迎各位跟着一起来 体验架 绝对不增加你的负担 欢迎你来电咨询 我们礼拜一见 拜拜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日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上YouTube 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记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现在就扫QRCO 订阅运通财经台频道 让您不再错失 任何精彩节目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 和您online在一起 运达投雇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奇效 也罗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并打人货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02-2781-0909 救命特攻队 救救生波滑 救命 救救我的女儿 救 大声呼救 救 打电话求救 升 无限延伸救援力 抛 把漂浮物抛给溺水的人 达 乌